現在看起來 瑞德哥所說的 中國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再容忍 香港或是台灣 所以這樣看起來 這個壓力是普遍性的 而且是各個層面的 包括了港澳台 可能都是一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文字 與中國官媒公布了禁語 香港澳門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而在中國的認定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所以就不能夠把台灣稱為國家 在這樣狀況之下 不得出現中央 國立 中華 台北 連中華 台北現在也不行了 這不是國際公認可以被接受的嗎 現在也不被接受了 嚴禁使用中華民國總統 副總統 還有就是不能使用文書驗證 司法協助 引渡等國際法上的用語 更不能夠把海峽兩岸和香港 並稱為兩岸三地 也不得說港澳台遊客來華旅遊 一定要稱為是港澳台遊客 來大陸或是內地旅遊 另外我們看下一頁 還包括了什麼 要請這個很多人都要注意一下 像中港 中臺 中澳 一定要這樣提 如果你這個不得把臺灣 香港 澳門與中國並列提及 像這樣也不行 如果會的話 你可能在你的wechat上面 那那個中臺蠶式要改名 臺灣也不能夠稱為佛爾摩沙 南沙群島 不能夠稱為斯普拉特利群島 到於臺島不能夠稱為 尖閣群島 嚴禁把新疆稱為東圖決斯坦 OK 來 我想這首先我要先說中華臺北是不能接受的 這是國際局勢之下 只好被迫接受 但臺灣人也不能接受 對我聽說有一些人已經會很樂意地稱自己為中華臺北 那個應該是我們應該要永遠有一個感覺是被人家吃豆腐 不能到最後我們自己 現在連豆腐都不接受 現在的狀況是 現在所以我要回來講 就是說我們回來講說這個這個馬英九總統 跟國民黨政府 其實我們回來講 一開始在零八年 我們那個時候就有邀請達賴喇嘛來 零九年邀請熱比亞來 參加他的這個電影的這個播映活動 藝文活動 那個時候馬政府國民黨 他們說不能發給他們的原因 其實有很多 那最重要是那個氛圍 也就是說兩岸他們好不容易要跟對方弄好 所以你不要現在這個時候來破壞 現在不是弄好了嗎 所以我現在就在講這件事 所以經過八年 你說你現在空 兩岸關係空前良好 你跟對方是哥良好 今年還去見面 所以你應該是可以讓對方理解 臺灣跟你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應該是可以用你的熱線 打個電話跟他說 這個臺灣這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 所以有人民要舉辦宗教的活動 請這個不管是這個這個打來喇叭的代表還是等等 寧波的電話是空號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你開始處理兩岸關係的時候 你說給他一些時間 這些先不要來 那我們取得互信以後 臺灣的民主自由保證這個會得到兩方的這個認同 跟這個尊重 那現在就該是了嘛 因為現在是空前良好 所以怎麼會到八年以後 還是不能來 那意思就是在你們九二共識之下的這種兩岸關係 是永遠都不能來了 而不是說你弄好了就可以來 是你第一年也不能來 第八年也不能來 如果民進黨還聽你的 繼續用九二共識 這一招下去 是永遠都不會讓他們來的意思嗎 所以我還要回來講 就是說那這一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像這個從來國民黨他認為的說經過他們這樣處理 兩岸關係我們處理得很好以後臺灣這個跟中國的這個互相尊重對等就會有 就不會有 照你的方法第一年沒有 第八年也沒有 未來還聽你的就絕對都不會有 OK 來 吳征 其實就是這個信用語 你說說中國叫敏感詞這個新增了很多 那其實我是覺得蠻訝異的 就是因為當然我們知道說文字 或是語言 它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當我們使用特定的用語 特定的文字 其實就會背後就隱含了我們的意識形態 例如說比較如果是臺灣主體意識的人就會稱 就會叫中國 比較是大中華思想就講大陸 那這其實都會默默的影響到你的世界觀的形成 那如果大家有看那個小說1984的話 其實都可以很了解說文字影響力 但是有點讓我訝異的是說怎麼會 因為這次他的敏感是到了管道的非常細緻 對 非常細緻的程度就是說包括連中華臺北都不能出現 然後中港 兩岸三地也不行 因為他覺得中國是在上面的 你們港台是下面 所以不可以一起併稱 就是到了你前置的這麼緊的時候 那其實我覺得是會產生反效果 就是這個已經如果被我們看 就是過去會有點像是過去國民黨很多 幾十年以前建議時期 最一開始那時候那麼粗糙那麼直接 那現在時間過了 我們都會大家就很明顯發現 這是一種前置違反自由的行為 那其實對到中國到現在會到了這麼赤裸裸 其實我是有點意外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拉高一點來看的話 就其實剛我們今天剛在講的香港 包括說宗教自由問題 其實都是整個包含在一起 就是說政治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特別是因為你要處理這麼多人的事情 然後人與人間全部都有差異 那甚至包含利益衝突 那你要怎麼樣透過一個 透過一個所有人都適用的系統 去在這個系統裡面把這些差異 想辦法去消磨 或者說達到一個調和狀況 這其實本身很難的 那尤其是中國的土地跟人這麼大的時候 那你人越多 其實這個困難程度是會等比例上升 所以共產黨一方面是說它很厲害 它的字數非常的高明 可以維持一個極權的 說說獨裁的政體到現在今天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說 這變成一個它的局限 就是說因為它的政治體制 不是民主的 不是多元的 是單極的 就是共產黨是最高核心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國家政府 對社會全面有從上而下的控制 所以在這樣的系統下 它必然是沒有辦法能容忍 很多的差異在社會裡面 因為不行 它不能接受說大家都有很多意見 或說你們可以有意見 但是你們意見都只是意見而已 不會進入到系統裡面 必須是由共產黨來做決定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但是社會上一定會有很多的這些問題 像是我們看到中國這些年 越來越多的暴動 那包括說新疆的問題 然後西藏的問題 香港問題 那中國我們看到說 中國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是他們現在採取做法 就是全面的要去彌平這些差異 全面的一致化 就是從其實包括從我們看 香港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過去從西藏 它就是同化政策 它要讓你西藏人 香港人 或者說新疆人 這個東西通通變不見 變成只有中國人 他覺得說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大家都中國人 大家都愛中國 那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說 往往是在這過程中 會大家這個抵抗意識 可能一開始不會有 反而是在這過程中 會被激勵激發出來的 因為你試圖影響我原本 有的生活方式 試圖影響我原本的文化 當我覺得我熟悉的 我喜歡的東西不見的時候 我反而會產生出抵抗意識 所以變成 我覺得變成說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說這些衝突 這些大家地方上反抗 越是出現 中國就越是想要加強控制力道 越是把你消弄 弥平 但是就變成說 那大家越是反抗 所以我覺得包括說香港 那很多中國地方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中間 中間的所謂溫和模糊地帶 其實慢慢變成說 大家的抗議 大家的衝突 力道也越來越升高 那中共官方前置的力道 也越來越升高 不只是經濟 政治 甚至說現在連這種最細的用語 都要前置非常到底 所以我是蠻擔心說 未來像是香港這樣 像我們看到魚蛋事件 這樣的衝突 其實我認為是有可能會 越來越頻繁地發生 那個茉莉花革命還聽過 還記得吧 茉莉花革命的時候 我記得對岸他們自己本身 這個網路上面 它有一個自動衰減系統 厲害到連玫瑰花都找不到 不要說茉莉花 連玫瑰花都找不到 一概而論全部殺掉 我很好奇是這次的那個 文志玉裡面呢 他的這個三檢裡面 有沒有一中各表 中國是不承認一中各表的 現在會不會魚蛋都找不到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中國是不承認的 對 他的九二二公司 只有一個中國 那這次難道不會有一中各表 因為各位 可能沒有這個經驗 四年前我在澳門的電視台 就是有關於我們台灣 那個總統大選 整個開票 然後整個評論 整個結果呢 因為 因為是要對整個 中國大陸那邊放送 他是衛星的 所以呢 總統不能出現 要講領導人嘛 然後包括 你確定你那段有播出 我都 還是你的臉有打馬賽克 我講話的時候 因為衛星上下鏈會有一秒鐘 我就常常 旁邊有個電視 我就看到我講話的時候 我的臉前面會出現一顆松樹 我出現松樹的時候最多 因為我講到總統 松樹就出來了 中國大陸的 他這套系統 是我們竹科發明的 賣給他們的 像這些用語 你是說真的是一棵松樹 真的是一棵樹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老是有一棵樹 那邊倒來倒出來 國安局怎麼樣 一棵樹 然後講到這個什麼 行政院一棵樹 一直一棵樹 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才忍不住 才偷偷私底下問他們 他說 你講到了敏感字眼 那如果是正經現實 不是整棵樹就擋住 沒有 就乾脆就一棵樹 直接畫面 畫面就是一棵樹了 你知道嗎 那他們就用這種方式 因為什麼呢 因為文字的部分 你說雜誌 報紙 這可以審查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Live的 就即時播出的影帶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網路 所以他們用這樣 剛剛講的那個科技 他不會啦 他會讓你延遲啦 對 他會用那種科技 把你讓你出不來 反正只要國的都不會出現 國安局啦 國家 國軍 國什麼都沒有 你只要出現國的都不肯 他不承認你是個國家嘛 OK 那所以只要總統 副總統什麼東西都沒有 唯一一次破例是在 我記得是在北京奧運的時候 北京奧運那段時間 中國在網路上面 有稍微開放的一段時間 對 可是時間一到咔 他立刻重新恢復所謂的文字管制 OK 來 楠教授 我補充一下 其實更讓我驚訝的是 在學術界 我們有個所謂叫公民社會 他們連公民社會都不能用了 對 因為公民社會是西方的東西 所以你要寫東西 你要寫人民社會 所以我們學界 你發表文章 你寫公民社會 他都會把你刪掉 OK 所以這個是已經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狀況 因為過去像胡錦濤他們過去的領導 他這些東西他不會去管的 OK 因為他這個 因為你本來你翻譯很多西方這些書 你們就看嘛 你知道你不要衝擊到我的政權 沒有關係 但是他現在那個思想控制的那個細密的程度 已經匪夷所思想 在包括我們學術界 其實他們已經已經根本上 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聲音 可以去提出任何的反抗 OK 那隨時大家到底在想什麼 他把大家搞得這麼毛 對啊 袁教授 習近平我剛才講了 他代表的是一個太子黨的勢力 什麼叫太子黨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這批人都還是少年人 當時他們就是毛澤東的老紅衛兵 那麼怎麼來理解毛澤東的老紅衛兵呢 我們用一句話 就是他就相當於或者類似於 當時納粹德國的黨衛軍和重逢隊 就是這麼一批在少年時代 就犯下過反人類罪行的這麼一批人 現在全面地主導了中國的政治局面 這就是中國現在發生了 這樣大的一系列的極權主義 這個向極端化發展的根本原因 那對我們台灣而言呢 對台灣而言啊 我現在覺得很多台灣朋友呢 還抱有很多的幻想 我遇見呢 在共產中共強權和這個 要對台灣來說 是不是認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